在左边封的选择上 我选择的是巴西球星 人称小罗的足球精灵 罗纳尔迪尼奥 把小罗放在和他小一地 没吸同一边 默契上应该没有什么可挑递的 都说足球精灵小罗职业生涯 如绚烂的烟火 虽然短暂 但却精彩夺目 标志性的牛尾巴过人 35米开外吊出英格兰球门 留下世界名画 史上最贵人墙背景板 进球后 桑巴五步进行庆祝 这都是很多朋友 独一无二与青春有关的足球记忆 和足球精灵小罗相比 我的选择会是 Eden Capital首都玉府 独一无二的城市滨海湾 和维多利亚时代建筑景观 明信片般的大厅景色 在西亚坡 有一种跟其他楼盘不一样独特气质 国庆放烟火的时候 在大厅就能看到专属的烟火表演 我就是我 不一样的烟火 烟火短暂 但对新加坡的城市记忆 却是永恒 圣安德烈大教堂 首都剧院 国家美术馆 都能勾起 新加坡时代记忆的建筑 就在周边 建筑着与新加坡城市发展有关 从大英帝国殖民地 到亚洲四小龙的时代记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栈大教堂 左边位的位置上 我选择的是 要才华 有才华 要颜值 还是有才华的小罗 那您将会选择谁呢 欢迎在评论区还有留言区告诉我 下一期呢 我将会为您介绍我最高颜值的右前卫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赞 同时点击右下角 subscribe按钮和小铃铛 最终我们的视频 我们将给您带来更多的好房源 同时欢迎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和Facebook 我会很乐意的为您安排 观看这一套房产 下期节目见